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结果他们端出来的牛肉近六成 没印象 试着满意度更惨 施言翔9% 财政部长张慎和7.9% 经纪会主委引起名只剩6% 全部都是个位数 什么东西都一直涨 哪里有在拼经纪什么的 而且就是失业率的人越来越多 财经内阁三个月拼不出成绩 超过三成四以上认为 施言翔应该下台 有两成二的人希望换掉引起名 另外还有一成多认为 财经内阁全都该卷库盖 如果做不好应该下台 把民怨当耳边风 每个财经首长都像照了金钟照 地位不动如山 马政府把民怨当耳边风 只怕民众早就没耐性 等隧道尽头纳倒附属的光 最近新闻区外立平台北报道 好 满意度最低6%的 也就是金建会主委引起名了 昨天帮自己打了一个成绩 高达了90分 现在要改口说 要全民帮他打分数 甚至今天他在年终记者会上面 还大吐苦水 先说当公务人员表面轻松 其实压力很大 他一有所指说坏官会被除掉 好官也很难保 尤其要批评一个人 都会被挑坏的来说 显然就是要替自己抱不平 甚至他还拿出新加坡的官员 做不好捡低6成的薪水 来做说明 他说新加坡的官员 这样的做法已是负责 但是台湾官员的薪水 没有新加坡薪水来得那么高 所以两项怎么能拿来比较呢 整场年终大会 似乎也变成了 引起名吐苦水的记者会 很多公务员都有委屈 委屈不是说来自于单方面 而是在工作上可能面临很多方面的压力 很多方面的挑战 年终记者会 金监会主委引起名 大吐苦水 闲想自己委屈 压力大 最爱引进据点的他 兴致一来还说起小故事 你们先不要摄影 我讲一段故事 他妈妈说 为什么不可以当官 他妈妈就跟他讲说 你如果去当官 当好官 那些坏官会害你 会把你除掉 你如果去当坏官 好官也会一样 要想把你除掉 谁是好官 谁是坏官 谁说坏话 谁说好话 主委就像是绕口令 但似乎也是为了替之前 口舌风波来解套 只是才刚上任周年的 以起名24号 才帮自己施政 打了90分 现在又改口 要全民帮他打分数 自己打分数 永远是会被批评的 那也不太适合 自己去打分数 这个分数留给 这个社会各界 大家有兴趣来打分数来打 要全民自行评断 但如果没达到经济标准 却不敢承诺 薪水打折 他们也告诉我说 他们部长的薪水 是我们薪水的 大概八到十倍 八到十倍 所以这个用打击者 这样子的一个 把它切成一段 像拿那一段来看 我觉得这也不是很公平 先扯新加坡首长级薪水高 但却不见反省 经监会等年终报告 似乎变成吐苦水大会 三内新闻 谷高速王翰杰潘兆文 台北采访报道 推经济都已经 让人民够无感了 没有想到现在 财经官员们又被立委抓包 怎么连计划书都是用抽的 好 我们就来看这两份计划书 打开经济部所提的 三页四化计划书 跟经济会规划的传产维新 两个也只有名称不一样 不过经济会的版本 里头写现金好 经济部的版本 只把现金改成了目前 不过整段文字 几乎都是一字不漏 甚至就连图表也都一模一样 还把就业数字灌水了 摆明就是欺骗老百姓 一本是经济会规划的传产维新 一本是经济部的三页四化计划书 两个部会 两个版本 但糗的是被立委逮到 内容超很大 相似度有多高 翻开内容看个仔细 在产业现况部分 经济会写着 全球现金之低温食品 占总体比率为欧美各国的35% 再看看经济部写的 几乎一字不差 只把现金两个字改成目前 意思根本一模一样 还有还有这张图表 说明低温物流服务模式 竟然两本报告都出现同一张图 内容一样的报告被质疑 浮夸就业数字 财经部会便宜形势被抓包 难保国家经济方向不会出包 三天新闻白帅陈文芳 台北采访报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